養分 養分喔可以 對啊養分這邊啦 反正都散過了 你怎麼要散過啊 那個我看到你們幾個作業 我等一下去拿 你不要忘了 我等一下去拿 你們有時候講說等一下去拿 等一下記得 那我一個禮拜 你要去拿 然後那個真誠你禮拜四要交給我 好 欸我怪你 你們真的寫一個 我還沒寫 Shit 你怎麼要交多眼 你怎麼要交多眼 你剛剛 剛以前到現在沒有交過的作業 你知道嗎 你怎麼要交多眼 我等一下去拿 你現在可以提掉 喔 小心小心 撞到來的 恭喜 他 撞撞撞 把他還在踢掉 那是不是陷阱啊 不一樣 不一樣 好喔 我們上次講到第三章 第三章的營養書 對不對 那第三章的營養書 你看喔 你看一下 那個作業 第七 營養書 好 第七頁 看學習在第七頁 你有沒有學習單 沒有學習單 現在有帶出來 都在樓下嗎 你拿一下 聽到 那誰 拿到 現在什麼 你自己找到 那是誰 請問給我自己的 栩郁男 呢 蛤 學習單呢 學習單呢 來吧 喜單過來 你也虎了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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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一個圓圈 你給它畫一個C 我們就讓它們很清晰 你讓它們畫得很好 畫了兩個圈圈就沒了 我光畫這就畫了一千個 你這上面做一點 第七頁的第一題 為什麼寫的樣作 好怪 你看一下 我知道 那個支隱 喔 這個 什麼是有熱量 什麼是沒有熱量的 這是 我隨便猜了 你們猜的一模一樣 跟高層圈猜的一模一樣 錯的地方都不一樣 成果嗎 哪一模 第一題啊 就是那個清早出發 高層熱的 這又來了 這假的高層熱的 什麼是有熱量 什麼是沒有熱量 課本上都一個 蛋白質怎麼樣 蛋白質有沒有熱量 有 還有哪些 脂肪 脂肪 還有呢 脂肪 脂肪 會亮 這個 課本的開通名譽 第三第一節的 那一頁 看到沒有 第五五十頁 那個倒翻了 泡光 那一頁 分好了 那一頁 沒有 就什麼 沒有 什麼 看起來 對不對 第五十頁 第三支一節的 第三支一節的第一頁 三支一節的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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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是有熱量的 哪些是有熱量的 哪些營養素是有熱量的 哪些營養素是有熱量的 記不記得 蛋白質 蛋白質 脂肪 還有什麼 糖類 糖類或是碳水化物 那哪些是沒有營養素的 哪些是沒有熱量的 礦物質 礦物質 維生素 水 已經很清楚了 拜託 你看到這個問題 你要想上次休息怎麼講 如果想不起來就看看課本 提醒一下自己 這就是複習 寫作為就是複習 基本上 我看到 不能產生熱量的部分 他們共同錯都寫 想要做飽和脂肪跟反性脂肪 你要飽和脂肪跟反性脂肪出於哪類 脂肪 可以產生這個樣的脂肪 反性脂肪跟 反性脂肪跟飽和脂肪 它是什麼類 它是脂肪類的 你出現 這什麼意思 你先找不到 很久你先找不到 放宿舍 放宿舍 不是 你好久以前就跟我講說放宿舍 蛤 是放宿舍啊 現在找到了拿櫃子裡面已經不見了 放宿舍 你們兩個什麼都要叫 我上次跟你講過 如果你才放宿舍就幫你贏一本 你拿生日快給新娘 重寫 加油 好不好 你也是一樣都這樣小朋友學覺得 你不要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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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那個才挖的 好 我們上次有說請各位看一下那個3G的實驗啦 我們來做一下那個糖類或是熱量的測定 糖類啦 但是 你們看過這個實驗內容嗎 不是 花生的是測熱量嘛 但是花生的實驗是在測熱量 3G的部分 這是什麼米飯的花辣 對 米飯啦 花辣 我們看那個糖類變了 好 這個實驗看過沒有 我那天講說請回去把這個實驗看一下 有沒有看過 有 看過了對不對 好 那什麼做 就是 打 反正就拿一個桶子然後把它丟進去 然後再講進去 就把整個過程講過 看過了沒有 還沒 還沒看過 還沒看過 OK 好 有人告訴我說家裡沒有課本不能讀書 有電子板 有電子板的課本 因為有從電給我喔 我還是留電腦 電腦 手機也可以啊 電腦壞掉 電子板壞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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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是 好有用 然後呢 關機 不是 然後希望大家發現 幹那個電子就是怎麼裝 然後就 有時候看一下有 有時候看不了 有時候死 超辦法的 好 好吧 沒有辦法 好 那個三支一節的時間 麻煩你還是看一下 下禮拜 有人做 所以要準備一些材料過來 要準備一些 三支一 三支一 實驗三支一 活動實驗三支 好 好 主要是有測 測葡萄糖的一個濃度 我們想知道這食物裡面有沒有葡萄糖 有啊 其實有糖類啊 糖類 糖類經過分解它變葡萄糖 應該 那我們現在有方法可以測葡萄糖 然後它加什麼東西來測 它是一種粉絲液嘛 它顏色會顯現它的 糖的量多大 好那 另外一個東西可以測電門是什麼 呃 配測澱粉的是 點 點配測澱粉 所以我們可以用粉絲液跟點來測 是不是有澱粉 然後或是不是有葡萄糖 所以大家可以看 那你們可以看到 澱粉呢 在經過口水這個裡面的酵素反應之後呢 它轉換成葡萄糖 所以可以看到 本來是只有澱粉 它慢慢的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它轉換成葡萄糖 就可以看到它跑出來 就可以看得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酵素三至二節 酵素還沒上 酵素還沒上 是不是上過了嗎 酵素還沒上 還沒上 還沒上 還沒啦 還沒上 還沒上 蘋果在操桑跑 綠色蘋果在操桑跑 對 我怎麼操桑跑 我怎麼操桑跑 誰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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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回去 還是一樣 要預洗 好不好 要預洗一下 那你譬如說你會怕自己忘預洗 很簡單 就利用中午的時間 我看中午的時間大家都要看影片 下個時間你有空的時間 反正今天一整天在睡覺 一定有拍一些空檔時間 就把課本拿來翻一下 拿個尖筆 這邊不懂就圈起來 好不好 所以很簡單的看影片 只要花5分鐘就夠了 5分鐘 10分鐘 下次三個你就有印象了 上課的時候你就會把你跟你上次上課預習的東西 你不太懂的東西 就可以再拿出來專注討論 上完課之後呢 回去 回到家裡面學習單 然後趕快寫學習單 就做一次複習 好不好 這樣學習就有效果了 不然我們上完課講話聽一點 我就覺得還會時間 老實說 我覺得這課應該是我們最簡單的課 你也不用準備那麼久 也不用看很多書 對不對 應該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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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舒服也會 我覺得是外表 自己也其實也蠻好 然後 什麼是酵素 有沒有聽過酵素 有啊 你聽過酵素 我們說 酵素是什麼 好喝的 好喝的 你怎麼都喝過酵素 一杯多 裡面還有酵素的 他寫很酸菌,對不對 這才不是消光嗎? 他説在我們看那個乳酸菌裡面 他其實很密切都是乳酸菌飲料 乳酸菌飲料有什麼消除? 有點消除 那還有什麼地方你看過消除? 聽過消除? 你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你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麵包裡面有酵素 然後他是發酵 優格 好,麵包我們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跟他媽媽發酵,對不對 那又跟他酵母 那又跟他酵母 對不對,發酵 優格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酵素 多有笑 多有笑 好,那優格 優格裡面是什麼? 優格裡面什麼? 優格裡面什麼? 優格 優格裡面什麼? 酵素 酵素 他也是菌嘛 他是乳酸菌 剛剛講那個什麼? 你非說那個也是乳酸菌 那個是乳酸菌 那個又是乳酸菌 活的 對 活的乳酸菌 像我們家在 我們家有時候會去買那個優格 優格回來自己做優格 買優格 買優格 因為優格裡面是活的 他活的五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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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有優格了 因為優格一瓶 一百克大概是三十塊錢 那我們就可以做五百克 一千克 一千克 不是五百克 我們是用奶粉 奶粉加上優格 大概加兩湯匙進去 再加水 攪拌攪拌 然後把它放那個 不會不會不會 你用我用五百克的奶粉 五百公克的奶粉 小米瓶喝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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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是 奶粉做得比較成功 我自己的幾年 六百 那都可以試啊 那我們有那個保溫桶 放進去 放這個水 外面放這個水 放進去保溫十二的小時 他就是一桶 一千公升的 一千功克 SCP 沒錯 那個不是沒有糖嗎 你就自己 那吃什麼 anci meillä Easy 你以之間加各種口味 加香蕉啊 你可以加 可以加 加 像有時候我們加黑糖 黑糖優格 加黑糖 加蜂蜜也可以 蜂蜜 或者是加藍莓 這個第一次喜歡吃 肥胖子菌 這是乳酸菌喔 這是乳酸菌 好了 那我們現在講酵素 跟乳酸菌有沒有關係 你有沒有聽喔 什麼關係 蛤 什麼關係 紫紫關係 搞錯嗎 紫紫關係是不是 紫紫 那我們在做麵呢 用發酵 發酵是什麼 用橡皮菌對不對 橡皮菌菌去讓他發酵 那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你們孩子在什麼地方聽到酵素 我們兩個是牛子 有沒有什麼地方 排便 剛剛好耶 不是真的 OKOKOK 中根是兒子啊 然後發現我們是龍龍啊 我們在什麼 什麼時候聽過酵素啊 我們就要吃酵素好了 OK 反正要高一點 啊 酵素幫助排便 酵素我們看到是有 有人是說他可以幫助排便對不對 假設你現在腿子 常常就是消化不好啊 或者是變變會變不出來啊 然後說你都吃點酵素 或那種東西 那你吃酵素的時候 通常你拿的酵素是用什麼 是它什麼樣子 像 像 濃縮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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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的 還有咧 gloss 咖啡 剛濃縮的汁 趙啡的 趙啡的 正常怎麼樣 一百 一顆一顆 紫粉對不對 噗 那我也收過 對 好 и鐵 ольз 對啊 然後應該有看過吧 膠囊 膠囊也有 我們這裡面呢 它是不是有酵素 那是什麼是酵素啊 酵素為什麼可以幫助我們消化 其實它就是幫助我們消化 我們有時候願意不順是因為 你的消化我們都不夠好 所以它 我們之前很消水 它可以幫助你消化 消 它可以幫助你消化 為什麼消化可以幫助消化 為什麼消水可以幫助消化 為什麼 這個問題 有 你的問題問得好大 這個 有問題嗎 不要管你消異地 為什麼消水可以幫助消化 那我常常是蠕動 他們沒有 那他們是蠕動嗎 對對對 那個理非做廣告 對 那個理非做廣告 對 那個理非做廣告 不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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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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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什麼 它有什麼原因 那個 挑起便衣 蛤 挑起便衣 蛤 挑起便衣 那你感覺想搭配 不是喔 對 不是 可是 如果你便衣 然後你又想搭 對 你就搭配 你 我們沒辦法 沒辦法 不正常的排便 是因為 可能它在你肚子卡住了 那卡住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可能它沒有辦法分解 它會乾淨 它沒辦法分解 分解 分解 它實際上 我們在 我們在做消化這些事情 很簡單 你要想我們吃東西 我們要把它消化掉 消化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分解 一個第一個 胃衰 分解 我們要先做分解 不是胃衰的關係 我們要做分解 那誰來做分解的功夫 嘴巴 嘴巴是第一個 先把它做大部分解 但是大部分解不夠細 你嘴巴很好 膜的跟你的細胞膜可以穿扣的那個大小 有沒有辦法 當然沒有 我的細胞膜很細嘛 對啊 你嘴巴的牙齒去把它咀嚼 咀嚼到你的食物 可以把它咀嚼到非常非常非常細 細到像根子那麼大小 它可以穿扣過你的細胞膜 可以 基本上做不到 你小時候 好 做不到 那誰來做這個事情 酵素 酵素 所以酵素呢 它會跟你的食物做反應 那反應的過程當中 是它會把你的食物給拆成一塊塊 很小一小的一塊 這個又叫分解 人的身體可以分解做很多種酵素 有些可以分解澱粉 有些可以分解熱量 不是分解熱量 分解脂肪或分解蛋白質 不是分解脂肪 脂肪是乳化 不是不是 乳化只是幫助分解的一部分 我們來解釋 這些都是要透過酵素來分解 透過酵素來分解 所以酵素呢 酵素發出分解 這是它最主要的功能 那分解完之後 還有一些酵素要做別的事情 分解完之後細細的 吸收完你吸收 蛇子要吸收之後 它在幹嘛 營養 養分 養分還是你要幹嘛裝 排出來 欸不對不對不對 試放能量 試放能量 不是試放能量而已 不是試放能量 我們來講說 我們都要長大對不對 什麼叫長大 你記不記得 變長 什麼 變長 不是 變高 變高對不對 怎麼變高 蛤 怎麼變高 吃 吃長高 每個都吃長高 不是吃酵素 不是吃酵素 不是吃酵素嗎 你身體 一個細菌 一個細胞 或者是一個人 它在長大 成長的過程當中 它在做什麼事情 運動 不是運動 跳 你看細胞 在裂變成兩個細胞對不對 或者一個小細胞 它慢慢長大變成一個大細胞 它在做什麼事情 它怎麼從小它變大細胞 細胸 細胸 它怎麼長大 細胸 核成什麼 養分 它把養分 它去組合 變成年份 它把組合的東西 就是我們 就像我現在做一個樂高 我現在做一個小車車 那我想現在做一個小車車 我想做一個大的車車 我是不是要把那個樂高再多組合一點 對 對 對 才不曉得你們的小嬰兒 所以 所以 我們在長大的過程 事實上我們是要把這些營養吃起來的東西 除了你不能來做熱量之外 另外一部分就是要把組合到我們身體的身上 組合到你細胞裡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在酵素在做分解跟合成的事情上 那就像是說我想要蓋個房子 可是我沒有更多的材料的時候 那有的方法是我把月娜的房子給拆掉 我把它分解完 我就可以拿到 我就得到一些磚塊 得到一些玻璃 得到一些可以用的材料 玻璃都敲了 你必然把它敲完 你可以把它拆下來 你可以把紙拆下來 你可以把它敲到玻璃敲過 那你把它分解完之後 你拿去蓋新的房子 把那個就合成 那效果跟我們一樣 對啊 它要分解喔 分解營養素啊 譬如你吃進去的澱粉 它把澱粉拆開拆開 變成葡萄糖 然後拆開拆開 一般的糖就只拿出這個熱量是有的 但是如果說 蛋白質或者是脂肪的話 它就拆開完之後 你就可以拿去組合了 所以說 像假設 你現在運動了 你應該是吃蛋白質還是吃糖 來補充你的熱量 糖 是糖喔 糖就是純粹的熱量 那你如果想要長肌肉 你現在運動完了 應該是蛋白質 你要吃蛋白質 你就給長肌肉 所以應該去西巴特多蓋一點糖 那為什麼你吃蛋白質可以讓你長肌肉 我沒有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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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他很厲害 誰很厲害 蛋白質很厲害 因為你的雞肉是蛋白質做的 你需要這個材料 你需要這些材料 你需要這些材料 你要吃一些蛋白質 讓你的材料更多 更豐富的材料 去組織你的雞肉 那你如果吃太多的肉 沒有你吃太多的脂肪 進去變成 你不要吃太多的脂肪 會變成怎樣 脂肪 你用這個最好的脂肪 你用這個最好的脂肪 如果你吃太多的脂肪 會變成怎麼樣 脂肪 你絕對會吸收起來 而且你起來變脂肪 除了說你有適當的運動 把它消耗掉 不要打球 都在那邊動 怎樣 怎樣 會感言 好 所以酵素 主要是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會解 第二件事情 合成 非常好 但是呢 酵素很特別是 酵素很特別是 每一種酵素 它都有單一個功能 這個酵素 幹嘛 靠你沒聽到啊 我沒聽到 破風俱下 真的啊 我今天講 使出洪荒之力 是啊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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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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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酵素可以做分解和合成 那酵素是單一性 什麼叫單一性 就是 比如說這個酵素 這個酵素只能分解和合成這個東西 譬如說 某一個酵素 它只能負責分解 某一個營養素 某個酵素 它只能負責合成另外一個營養素 它就是只能做單一個工作 你不能說分解電紋的酵素 那是分解質啊 沒辦法做到 我笑 好 它能做出很單一 很單純 每個都只做一個工作 然後現在可以做一次都會講廢話 對對對 就是每個人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 普通酵素來幫助你消化 我也知道 因為我們身體的酵素不夠 我們每個人的酵素都有限 比如我們一個人可能只有幾千種酵素 可是你吃進去的營養素可能有幾萬種 對啊 那你不能消化的東西誰來幫你消化 酵素 是靠酵素 但是 人的腸胃道裡面 人的腸胃道裡面都有很多菌 很多的不同的菌 有幾種種菌 細菌 有細菌 細菌啊 細菌沒有多 細菌啊 只是那種菌好跟壞而已啊 那 像那些細菌在你肚子裡面 它的好處是 因為我們吃進去的東西 不是你身上所分明的酵素都能夠分解 所以大概有很多的一大半 都是靠那些腸胃道裡面的菌 來幫你分解 所以腸胃道那來分解一些酵素啊 它酵素分解出來 就會把你的食物做分解 分解完了 你剛剛哪去用 所以實際上 我們裡面在消化的過程上 有時候是在消化這些菌的排泄物 哦 懂嗎 你吃進去的東西之後呢 它再幫你吃第二次 它幫你吃第二次都做分解 分解完排出來之後呢 它不要的飛物排出來之後 就變成一兩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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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菌呢 像我看過一個一個影片 然後後來我看過 欣妮也是當我講的 他說 你 他是那個講醫院的一個故事啊 然後他有個女生他非常的有潔癖 他那個什麼都應該要非常的乾淨 不能有任何的細菌 所以他就把很多東西 因為要清得很乾淨啊 對 吃東西要煮熟 他就是生食 他吃了 他吃的非常 他這樣可以打一成不然 基本上他很怕任何的細菌 好噁 結果呢 他越來越瘦 他人就越來越瘦 他受到一個就是 就生病了嘛 就是如果生涯越可以癮 那是蠻棒的 那後來他去檢查原因都找不到原因 他沒有生病 所以檢查不出原因 後來找到一個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他腸胃道沒有任何菌 他腸胃道沒有 所以他什麼都會後來吸收啊 對他不太容易吸收 他吸收效果很長 沒有細菌 哇靠 那後來怎麼辦呢 後來怎麼辦 蛤 怎麼辦 吃細菌啊 吃果還是吃 什麼吃細菌 白心肌在他肚子 對對對 怎麼塞細菌在肚子 拖開嗎 不是 吃啊 吃啊 吃那個啊 最後他們下的 他們給的廚房就是 請他吃 真實 他 老公的大便 蛤 蛤 我覺得不明白 因為 因為每個人的排泄物裡面 一定有腸胃道的細菌 那 他就乖乖吃了 他吃不下去了 他當然不是拿吃的這樣吃 然後就把他 可能類似一個 就是 卡在那邊蓋裡面 把那個 類似用那個 把他用的更漂亮更好 然後把他一直掉 沒有 直接打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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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像你想要說噁心 他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做 類似胃管 或什麼 就是插進去之後 他從胃管在馬骨頭裡去 那個胃管 好 那其實 對 那我們在吃的消微 我不要 我轉過來的時候 轉過來的時候 不知道說什麼 從不上話 我不要 那所以 我們一般來講 像普通一些菌 來幫助你消化 可是有時候普通菌 你不知道普通什麼菌 而且你可能普通的 沒有那麼快 因為細菌 它在產生 酵汤病院的時間 所以有些人 就把細菌 所分泌的酵素 直接萃取出來 萃取出來的酵素 他把它做成粉 做成紫滋 或腰草膛 或做成腰囊 他把這個酵素 集合起來 他說這裡面的酵素 有什麼什麼什麼菌 很多菌 不同的酵素在裡面 所以吃了湯之後 他自己可以幫助你消化 那請問一下 這些酵素 這些酵素 會被一直留在你身上 不會 不會 他基本上清菌之後 就你剛吃那個膠囊 或是粉 剛吃完的那一段時間有用 那沒多久 它跟著你的排泄就排掉了 所以 沒有排泄 沒有排泄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大胸出來 給你咧 多少時間 三年 你真的可能嗎 有可能 三年 死了 幹什麼變三年 靠 有 兩個月都會很難 一個月 基本上你們認為多久 排泄是正常 一天 一天 兩天或一天 一天 那應該要兩小時到三次 一小時 一小時一小時 居然你是拉根 一天大概兩次到三天 真的 那你就是 反正基本上 有想要便便就是便便 因為事實上便便也有點毒素 在整個分解的過程上 那實際上 有些 剛講 這個 證明說 有些菌是 好菌 有些菌就是壞菌 壞菌跟好菌的產品就是 第一個 它可能會不會有毒素 有毒素我們就可以 那是壞菌 那你如果有些壞菌的話 它慢慢的 譬如說 像我們叫細菌很多種 你知道有種細菌叫做 四肉菌 聽不到 對不起 我有問題 如果一個壞的細菌 經過你的體驗 然後 它把 你體驗 就是 那個女體驗 大量的管治 那 你如果 放一個 濕菌 子進去 那 你 主要是 清除那個 壞菌 那 它會 它 濕菌 是 然後 不管 好的壞菌 然後就遲了 對啊 OK 好 你知道什麼的濕菌題嗎 濕菌題 濕菌題 嗯 什麼 蛤 不要問妳話 不要問我 凱丁妳知道什麼的濕菌題嗎 濕菌題 你講聽過 什麼的濕菌題 有 重點 講到濕菌題有沒有 誰覺得濕菌題 不知道什麼東西舉個手 對不起 OK 大家都沒聽過 阿姨為什麼不能稱讚上濕菌題 蛤 蛤 我說過我不是說過 但就是濕菌題 OK 濕菌題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什麼 濕菌題 我問你嘛 是什麼 就是一個 它也是 呃 反正就是會吃細菌的攻擊 全都會吃細菌 什麼呢 濕菌細菌都這樣 我看過是 濕菌細胞 但是濕菌細胞是讓自己生理器產生的 白血球就算濕菌細胞 你白血球就是這種濕菌體 它這樣就會吃掉一些外來的細菌 那為什麼吃不掉咧 你又死了嗎 沒有錯 有些你吃不掉 所以說看它量的多果 譬如我們都說 假如現在有感冒 我們生病 生的病毒在你周遭都會有 那都會有 你都會不小心會見到這些病毒 或是細菌 壞的細菌 你都會見到 那為什麼不見得每個都生病 白血球 抵抗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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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抵抗力強是後面的結果 叫抵抗力強 那抵抗力強是怎麼叫抵抗力強 白血球 你的白血球的辨識力很強 你的白血球辨識力很強 你的白血球辨識力 白血球 我今天你很清楚可以知道說 這是外來種 我把它吃掉了 這是外來種 你把它消滅掉了 現在你轉一圈 我這個就是變態 對 然後消滅掉了 退退 退屁 你的白血球 白血球 辨識能力 它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你的血裡面哪些是外來種 那外來種 有些是外來的細菌 有些是外來的病毒 它就給它消滅掉了 當你白血球可以做好這件事情 你在武術中 這個人的免疫力很強 這個人的免疫力很強 好 那有些人的免疫力太強 會變成什麼事情 蛤?不會感到 不是喔 就是它的反應過度 它的白血球 你看到 這個到底是不是我們自己人 不管吃掉了 吃掉了 那就變什麼 不是血啊 血還是發育不完全的白血球 很多 很多 因為它發育不完全 身體刺激 它不斷地分解 一直製造白血球 因為它白血球 可是 它的身體製造白血球 已經上市了 它製造出來都不完整 都沒有功能的 因為沒有功能 身體就越缺乏 就一直製造 一直製造白血球 所以它白血都沒有用 可是當有些人 我們講說那個叫做免疫力 免疫力太強了 當什麼事情 亂吃 就是會過敏 像有些 有些 因為它其實是個症狀 那是怎麼誘發的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最近看到兩個Case 那有個Case是 它有去騎甲車 很激烈的運動之後 發現說 它誘發了過敏反應 那這個白血球 轉換是吃它的肌肉 原來講 恆文肌的溶解 恆文肌溶解 就是你的白血球 開始攻佈你自己的細胞 開始攻佈你的 恆文肌 之前也有啊 有什麼 紅豆球那個也是啊 對啊 超那麼殘的 它就是運動過頭 運動過頭之後 你身體誘發 讓你自己的白血球 的一些辨識能力上市 它變成一上市之後 它就開始攻擊 不管是外來 感到自己本身的細胞 它的攻擊 那攻擊分解 會點樣啊 白血球分明一些 酵素 去把你的身體細胞做分解 像有些過敏反應 像 紅斑星囊倉 或是說什麼 它這些東西都是自己本身 自己黏移細胞 在攻擊 好 好 那我這邊介紹你 四肉菌 最近有時候在圖外 他們看到那四肉菌 一趕著 一天 它就把你的 肉啊 雞肉 骨頭都吃掉了 好耶 可是 你也沒有感覺 就是 就是 他進 他進到一停的時候 你不會有感覺 進到的時候 當然不會有感覺 但是你 肉少一塊也有感覺 或是說你今天雞肉往後骨頭 他是 表皮下 的 那個 對 他還是會有感覺 那他治療的方法 目前我們聽到就是解脂 解脂 解脂 因為他 你沒辦法 你不知道哪一塊有哪一塊沒有 細菌那麼小 我一定啊 所以譬如講說我這邊 已經看到四肉菌的話 我看到你 腿皮肉從那邊解脂 好 它就是一種不像 毒素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細菌很多種 到底哪種菌是好 哪種菌是壞 我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依靠自己身體的 辨識能力去協助 我們做這個 叫做處理 處理那些 外來的細胞 細菌 好 所以 我們說 吃一些菌 或吃酵素 都是要幫助你 可以幫助你消耗 像我們人 不能消耗一種東西 譬如像是纖維素 很粗的纖維素 像是 蘆筍 木草 蘆筍 蘆筍不能消耗 蘆筍應該還好 但是 基本上植物的 有些比較粗的纖維 都不能消耗 都是沒辦法消耗 那種纖維素 或是有人叫膳食纖維 有沒有 纖維類的東西 我們都很難消耗 是因為身體沒有 沒有這種 酵素來分解它 好 那像 大部分的草食性動物 他們都這個能力 可以分解 那我們人類 必須沒有這個 酵素 好 所以酵素是 這樣的概率 有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看一下課本 對 酵素 它第一個講分解作用 分解作用 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 一個物體 它像一個杯子狀的東西進去 旁邊那個藍色是一個酵素 它靠近它之後就把它變成癢怪 就像它把它變成癢怪 那為什麼這個痕跡呢 有這個形狀 所以它就只能分解這個形狀的東西 它就標準的一個結構 一個單一性 它效果的單一性 它只能分解這個結構的 這個形狀的外觀的物體 那合成呢也是一樣 合成 所以合成跟分解的效果是同一個 同一個 是不是同一個 應該吧 應該是不一樣同一個 就是 本來是不同 每個功能是有自己的功能 做分解的就是做分解 做合成的就是做合成 它是不一樣的 它是不一樣的 那你可以想像 這些就像是 開瓶器啊 我們不是有那種 開玻璃瓶的 平時的開瓶器嗎 那種開瓶器可以去拿 開罐頭 基本上沒辦法 開罐頭 根本就是開玻璃瓶的 那就是不同的開瓶器的概念 我分解 把它分解起來 那你把它容易給拆開 就是概念 好 那酵素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種 一種 我們講 特本上講吹化劑 你們要什麼是吹化劑嗎 就是 認識加速的反應 加速的反應 吹化嘛 就是可以讓它變不快的反應 所以說我們譬如說 假設是這個澱粉 你放著 澱粉會慢慢的變成葡萄糖 會不會 會 會啦 澱粉 有可能會變葡萄糖 但是它需要很長長的時間 還可以需要十年 但是你不可能說吃一塊 口飯它等十年再吹下去嗎 對不對 所以說你需要它很快 那又不會發霉嗎 這個 發霉它需要什麼 它需要霉菌 潮溼 對不對 如果說口腔裡面有霉菌 那也可能發霉 如果沒有吃 那也不會發霉 但是不可能放一年 那通常 那養豬需要口水的酵出 去幫忙做分解 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把它分解完 所以你說吃飯的時候 你一定要精神 細腳慢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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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你不是到我吞了嗎 哈哈哈哈 我們是在唱雙簧的 蛤 好 所以你要慢慢的吃 讓它多一點點滾飯 讓你的酵素 可以很充分的 跟你的食物做滾飯 它就可以消耗 那我們輸進去之後呢 後面吃到胃裡面去 吃到胃裡面去 那胃怎麼去跟 好 為什麼要提供胃酸 胃酸是一種消化酵素 胃酸是不是 不是 是 胃酸不是 不是 胃酸的功能 是提供一個環境 提供一個酸的環境 因為沒有酵素 它在分解的過程當中 因為酵素是一種蛋白的 你給我幹嘛 酵素是一種蛋白質 那這種蛋白質的作用 它受兩個環境的影響 一個是酸減度 一個是溫度 蛋白質溫度太高的時候 蛋白質會被破壞掉 所以太高溫度 酵素就基本上沒有活性了 第二個是酸減度 有些酵素適合酸一點的環境 有些酵素適合減一點的環境 有些適合中性的環境 有些酵素 那是它的活性最佳 像我們吃進去胃裡面 胃裡面要去分解的酵素 它需要酸一點的環境 所以基本上分泌胃酸 讓酸性去刺激這個酵素 有更多藥 所以胃酸也不能太酸 對 胃酸太酸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會輕食到你的胃 對 你的胃會受不了 胃酸跟酵素 胃酸只是活性很降低 但是太酸的結果 會讓你自己的胃裡面受不了 胃 事實上我們在保護我們的胃 是靠什麼 胃很酸 胃酸裡面有一些胃酸 胃酸的容易 它會 它酸性大概是貼起子山 酸是蠻酸的 那這酸性的 譬如你手它如果貼起子山的話 你事實上就覺得痛 你手會覺得有點痛 慢慢會覺得痛 三不會馬上痛 又會覺得有點痛 但是你胃為什麼沒有感覺 因為 有磨 磨 磨什麼磨 胃磨 胃磨 它不是磨 它是一個黏液 它是黏液 它黏液在裡面 那個黏液就像你鼻箱 或者是口箱裡面有黏液 有點像鼻液的感覺 有點像鼻液的感覺 沒有錯 小 太媽了 有點比較像 我們不要講到東西了 有點像鼻液的感覺 它在胃裡面把它包起來 它會保護你的 你的那個胃 至上我們腸胃道都有這種 從食道以後 到小腸大腸直腸 都有這些黏液 這些黏液會保護你的 你的這個皮膚 所以 欸 不是皮膚吧 就是裡面的腸胃道 你說 有黏液的話 它的 它 可以只有酸點 度 基本上你 它會 不太會 就好像跟水融結 所以它會黏在你的皮 你在那個腸胃道裡面 內側 我的意思就是 嗯 像我之前不是有什麼人 那邊要吃那個腸胸會強一點 是 左腸那 它會因為黏液的關係 讓 讓那個 症狀點進 會啊 但是如果說很強的強酸 那還是會穿透啊 還是會穿透 所以說 假設我們現在吃了 我們的胃酸有些 因為它 嗯 我們說 那個是什麼 緊張 緊張是讓壓力都會刺激你的那個胃酸分泌 那如果經常處理緊張的情況之下 你一直胃酸在分泌的時候 它就會黏液就會保護不了你 那通常我們的黏液會增後也是 譬如我現在是正在吃飯的時間 它開始就有分泌黏液 分泌胃酸 那這個時間是配合的 可是當你現在沒有肚子餓 你的黏液沒有分泌的很好 這時候不是你吃進去 你在分泌胃酸的 你的胃酸就會輕視到你的胃 就會有胃酸股問題 好 好 所以 所以 我們的 有人在問 譬如說 那胃酸是不是消化液 是不是 應該 就不是 胃酸只是提供的環境 消化液就是只是酵素的東西 可是 酸性不是會呢 酸性腐蝕食物 酸性腐蝕食物 但是 我們吃的食物裡面很少有金屬 我們吃的食物比較多的是 像蛋白質 或者是脂肪之類的東西 它比較少 金屬類的 酸性環境主要是給酵素來做反應 在課本這邊 他做另外一個實驗 3-2解這邊做一個實驗 我們現在的實驗是要把3-2 活動3-2跟活動3-1 做一個合併 像這邊都有一個 加熱 它加熱主要是控制溫度 來調整這個酵素的反應的速度 像 腸胃道裡面 我們分泌的東西 剛剛其實我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眾議長說 乳化是一種酵素 乳化不是酵素 乳化是膽 膽在分泌膽子 我沒有說是酵素 你說是一種消化液的還是什麼 就是 哪有什麼 你知道這什麼 就是 你不是說 油油 好 像這個是 這是一層油和一層水 油跟水 上面是油下面是水 那裡面那個 看起來渣渣的那個粉粉都不用管它 因為它是塑膠溶解 那你看我把它搖晃之後呢 你可以想像 因為我們的消化液基本上都是水溶性的東西 所以現在把那個油脂包住了 我們說分解一個東西 最好的方式它表面積增加 表面積增加越多它越容易分解它 對不對 可是你看 我這樣子沒多久它就分離 油跟水它本來不夠了 所以它慢慢就分離了 分離完之後 我的接觸面積夠不夠多 就只有那一層而已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吃進去的 脂肪類的東西到你胃裡面 你的胃你的消化液跟它混合 假設你沒有所謂的乳化劑來幫忙 乳化劑就是軟瓶子之類的東西 沒有乳化劑幫忙 它就會像這樣子 接觸面積非常非常的少 那軟瓶子就像是清潔劑 我這就是 油加上清潔劑 事實上油你已經看不到了 像油全部被水包起來 像細細的小顆粒的 一顆一顆的 本本的 你現在看不清楚嗎 但是如果你這樣看起來 就可以看到邊邊這些都是一小顆一小顆的東西 好 這個裡面就是加了一點點清潔劑 清潔劑就像軟瓶子的功能一樣 它又是用介面活性劑 又叫乳化劑 這個介面活性劑呢 就會用水分子 它會很輕易地把水分子 包在一個脂肪的外面 或是包在油脂的外面 所以你看到這個 每一個小顆的小顆粒呢 都是一個小株 這個小株裡面 不是這個小株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小小的脂肪球 這小小的脂肪球 周圍都是水分子 這個水我把它染色成綠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 感覺上有點綠色的那個 一點點膜 它包在那個脂肪的外面 一小顆一小顆的 所以它完全的被充分的包圍 所以它的接觸面積非常大 所以假設這裡胃裡面 要消化的物體是長這樣的話 它就能夠接觸面積很大 它就很容易消化 所以身體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肝 我們的肝會分泌一些軟銀質 會幫助你 把脂肪類的包起來 包著一顆一顆的 好 那個東西就是為了要乳化 讓它消化 好 下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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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